五党级总统参选郭台铭至今已经神隐超过一周了 传出啊近期除了坐镇总部丁联署进度之外 也和立委傅昆奇碰面商讨 疑似萌生了退选的念头 不过副手赖佩萨今天出面驳斥 强调完全没有听说 前一天呢还有跟郭台铭碰面 正专注联署书的统整作业 在左边里最长的那个 还有一个照片 谢谢你们 这是把连数战当成行动剧场吗 郭台铭副手赖佩霞 万圣洁变装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 手拿主拐杖贴上一撇小胡子 还现场跳一段要帮志工加油打气 非常的高规格的在进行保密当中 所以我只知道人来人往 昨天我们有去看了一下 就是很多人很高规格的在看待连数书 但下周十一月二号连数书就要交进给中选会了 各地紧罗密鼓冲刺中 却只见赖佩霞当分身 郭台铭本人已经神隐快要一周 更传出近期不断联系政坛相助者 也和立委复婚旗碰面商讨 疑似萌生退役 我完全没有听说 那昨天我还跟郭董碰面 他非常关心这个整个连数书要上缴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有很多很细的过程 那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 所以他非常的仔细跟小心 难道是受富士康茶水风波影响 在野蓝白和政党合作大戏 郭台铭却消失荧光目前 是压到最后才先底牌 还是酝酿退场外界物理看华 记者 郭婷 卢锦 参谋报道